那我们知道你最近还发行了一个全新的单曲中文歌如燕 在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呢 如燕是陈嘉明老师写的歌 然后是配合新加坡的一个重头大戏叫做《小鸟热》 那歌词还蛮深奥的 就是说都是关于那个电视剧的女主角 她的人生她的生活 从她的外婆到妈妈到她的自己 对还有女儿 所以有就是很深奥的 然后就对我来说如燕是属于我第一首花语歌曲 对然后就当然有花一段时间来了解如燕的 这首歌对 有回答吗 有回答你问题吗 有有有 我想继续再问 就是在录这首中文歌曲 你刚才也说是第一首华语歌曲 因为大家可能以前熟悉Olevia的都知道 你经常会唱一些英文歌啊 日文歌都很擅长 那这次在唱中文歌的时候 刚才你也说 其实会觉得有一些歌词会深奥一些 那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功课 或者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困难我觉得是姚子吧 对 是一个字一个字就在跟老师在学吗 就是有一些字要卷舌 有一些就不用 比如说车还是车那种 车车那种 然后老师会要改 比如说可能录了这段感觉都很好 可是就是咬字不好 然后要再一次录 有时候会觉得很 为什么 那接下来就是在音乐上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 有没有想到说 如愿这张单曲发布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Olevia唱中文歌也很好听 有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出一张中文专辑呢 我觉得下一张专辑会收入一些 华语歌就把华语歌和英文歌可能混在一起来 还有没有想到说 有没有想到有时候会自己创作一首中文歌 可能曲可以 可是 词还是 有点 其实你可以创造一个就是 就是完全是Olevia风格的 对就是我自己擅长什么 我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 其实听你歌的时候 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稳重安静的女孩 但是刚才我觉得在你笑的那一刹那 我觉得其实你还挺蛮活泼蛮外向的 我是慢人的 你是慢人的 那生活中 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子的 就怎么说 比如说你生活中是偏活泼一点 还是偏刚才 之前是前面的访谈偏安静一些 还是偏刚才到后半半访谈 稍微活泼一些呢 都有啊 就如果跟熟悉的人在一起 就很自在 对 那你平常有什么业余的兴趣爱好吗 就 阅读 听音乐 看电影 跟朋友 一起出去 聊天 然后吃好东西 就是一般的吧 阅读 有没有什么 就是比较喜欢阅读哪方面的书籍吗 嗯 就 就是可以让你想很多的那种 对 那你就是睡觉之前会 会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是 刚才你说听音乐 看电影 还是阅读 这三项你会选择哪一项 对不起 再来一次 听音乐 然后 看电影 OK 还有一个是阅读 在什么情况 在你临睡之前 听音乐吧 听音乐 对 会听一些就是催眠曲慢歌一些吗 也不一定 嗯 对 啊你听快歌可以可以可以睡着吗 可以 因为不要那种感觉 然后满足就OK可以睡了 那你有没有 比如说 在睡梦之中 突然间觉得 这个曲调或这个词很好 不行 我一定要起来把它写出来 没发生过 没发生过 可是我 我发现就是写歌 我写歌的时候 就是通常在 晚上 嗯 对 很晚的时候 要睡觉 前 就是会 突然有灵感 我发现好多就是 能写出好多 很好听歌曲 大家好像都是在 晚上非常安静的环境下 对 要自己个人 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说 想过将来去做一些创作型歌手 嗯 有 我觉得 嗯 创意是可以培养的 对 然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这么做 就做吧 看一看 对 嗯 接下来 除了这次宣传这张同名专辑之外 下面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嗯 就还会为这张专辑继继续做宣传 对 然后到处躲 嗯 做一些演出 嗯 对 那我听说你前段时间是在 北京这边有一个小型的约会是吗 对 刚刚办一个 嗯 就是跟 第一次跟北京的朋友们 做一个演出 然后又邀请了两 两位乐手老师过来 对 好难忘的一个 一天 对 嗯 感觉还是 当时感觉非常好 嗯 对啊 就 然后又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对 嗯 那就是说 嗯 有没有想到就是说以后可能在 如果自己扮演小型的歌舞会 然后演唱会 会做一些比较动感的一些舞啊 让大家同时会认识 其实Oliva刚才说的除了安静的一面中还有活泼的一面 我不知道耶 嗯 就大声响就好了 哈哈 没有 嗯 就是 就是可能 耶 唱多一点 华语歌 嗯 不然就可以 唱自己的创作 还是新歌 还是 嗯 国语可以 讲更好一点 嗯 对 嗯 嗯 那今天特别高兴啊 Lelia在 这里聊天 那我最后还是想把这个视频窗口留给你 那你跟今天就是 哎 线上的网友 还有最后可能今天没有机会能够听到你现场访谈 然后想之后在视频回饭上看到你的网友说几句话 好 嗯 网友朋友 嗯 就 谢谢你们有看这个影片 然后 嗯 谢谢你们的支持 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北京做宣传 然后希望很快再次可以 嗯 回来这里 好 今天当当访谈就到这里 再次的感谢我来当当做客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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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